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中国籍李姓女子嫁到台湾,取得身份证后离婚,她喜欢上同样嫁到台湾并离婚的同乡姚姓女子,涉嫌先与姚女的包凶假结婚,帮姚男顺利到台湾打工。 不料姚女去年3月再婚,让李女游爱深恨,遂向移民署自首假结婚,并指报姚姓周妹违法,法院认定假结婚属实,依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判处姚男徒刑4月,可一颗罚金。 姚女一年4月徒刑,宣告缓刑4年,条件是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。 判决书指出姚女与李女是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的同乡,两女都嫁到台湾,都在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后与丈夫离婚。 李女前年10月与姚女的包凶姚男甲结婚,双方结婚前还先签订离婚契约书,约定姚男到台湾打工后,双方可随时离婚。 姚男如愿于一年,去年2月到台湾,李女却在去年7月向移民署中区事务大对台中专行对自首假结婚, 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,使公务员登在不实罪,各判处徒刑6月之日, 50日宣告缓刑两年确定,李女宣称她假结婚没收前是基于同乡情义,却无意间撞见姚男其实不明物品吸毒, 她相当畏惧向姚男提出离婚被拒,只好自首假结婚来结束关系。 李女还简许说假结婚是姚女穿身影线。 姚男第一次申请入台,面谈时出差错被驳回,是姚女指点姚男应付面谈之道, 还把钻戒借给姚男冒充结婚戒指,第二次面谈才过关。 法院审理时,姚男始终否认假结婚,她便称到台湾探视妹妹,认识李女儿眼争情愤结婚, 姚女则说李女是双性恋,李女很喜欢她,想讨好她, 才会与她哥哥结婚。 不料,去年三月李女知道她要再婚,由爱生恨而举发她与哥哥, 她否认介入哥哥的婚姻,也否认帮哥哥欺骗移民署。 台中地院认定姚男假结婚,证据包括姚男与李女的简讯对话中, 姚男说过你答应帮忙假结婚等语,不过却以罪证不足判决姚女无罪, 检方与姚男都不服上诉二审,不过姚男在二审时当庭撤销上诉而确定。 台中高分院看法却与一审不同,认为姚女曾透过LINE质问李女自首一事, 并借钻借给哥哥,显示姚女参与假结婚的过程, 不采信姚女辩词撤销无罪原判,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, 使大陆地区人民非法进入台湾地区罪判处徒刑一年四月,宣告缓刑四年, 条件是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可再上诉。